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也是敢爱敢恨的那种人 不管做什么他都是全心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非常勇敢的 那你觉得这个角色跟你本身性格差别大 差别还行 因为他也是十八岁我也十八岁 所以大家可能经历上年龄上差不多 那就是你一直想说要学车嘛 那今后就都有那个无人驾驶技术了 你觉得还有必要学车吗 当然有必要就是自己开车跟无人驾驶的车 坐着是不一样的嘛 就是如果你无人驾驶你坐在车上 那还不如自己开车呢 那你觉得现在就是有什么事物 是你十年前都没有办法想到的 现在已经开车了 十年前就是看爸妈都是那种按键的手机 现在都是手机已经发展得非常迅速 很方便也非常强大的功能 像能不能简单谈谈你想象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想象的未来世界就是当然是非常的有电子感 就是非常的有科技化 但是你要我具体说出来我也想不出来 就是如果未来都我想出来那就不叫未来 我之前也有很多金剧啊 如果你自己平时生活中遇到难题啊 会不会也去翻上鸡汤看看 觉得喝鸡汤还不如吃鸡汤 就是你喝多了鸡汤还不如就想一想 接下来该怎么做做什么 那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最想体验有关哪方面的黑客鸡 我觉得就是那种感官的那种 其实就像以前特莱莫就是 可以就是想去哪里 就能够真实地感受到那个地方 上次老师已经发微博表扬你了吗 然后你现在学业上有没有那么多压力呢 还好大家 其实就是去尽力就自己去学的东西 然后呢包括现在也就也有一些实践在外边 就学习和实践相结合就还蛮好的 能说一下就是今后的这个工作计划 今后的工作计划就明年会有一部 就是天生联会 天生聚会上 天生联会上也会有一些音乐作品带给大家 инов尽多点 日本之间的工作是很好的 我完全不认识 这个只是你 我没机会 咱们 咱们 咱们